不過剛才我們講得非常的複雜 就是說有關於趙怡強 到底能不能夠占這一個缺的問題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也是聽得摩薩薩 龍介講一個 大家比較容易盯得什麼的方式好嗎 沒有 民進黨主委用格這狀況開始 法律如果沒說不行 就都可以 法律沒說他不行 所謂他就可以 可憐 你看他沒睡在那碰城 不是碰城 要噴風 那頂碰城要噴風 家具不敢去購 錢而已說他要怎麼 還要靠房屋做款 還要叫保險 如果要這樣算 我一個月在政府領十三萬六 做理費就做理而已 我靠著房台 你們家主席 無所不及 我現在就把我們沒純粹 拿純粹 今天要來這裡六洋 坐高鐵還要托三千 你就不夠學開了 所以今天 這是台灣的危機 我這組剛才對大陸長回來了 我去賣很多水格 坦白說農民庇民 正在艱苦的時候 專業焦點成功 現在你們大家都在討論 這個 以上的薪水 這樣可以不可以 他就是 無焦現跟蔡英文派去鑑軍 對 為什麼要派他去 因為你們這裡的文官 台美現在要搶他們的文合作 準備要對抗實際平 離空離空要繼續接種的時候 如果透過你們這裡的文官去接種 大家都會進步招勞給國民黨 所以我只有派一個親白旗 他掛什麼名字 什麼政府已經不重要了 他我又把你們報警 他絕對不是只領這些錢而已 只領這些錢他還要托我們什麼 他們是水爪就給他吃 這位大部分的生魚 這美國生魚 他還要托他太煩了 所以他去就是直接 對美國的消息 直接通報回來 抓他們的文 明顯就是 所以你們看這位勒高做這個 國民黨 我跟你說你搶著等 國民黨如果不知道人家好 艱苦就對了 民進黨是已經都就位了 參加我們同期是 貪污集團的大草拌手 現在又回到做秘書中 這如果我們嘉應 過期那個集團 在民間的富民的聲音 那些人難聽 為什麼嘉應就是 要拚沒貼佑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定位了 政府回來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回來 百分之八十五 他是掌握他們問 搞定 如果沒有他就沒有理工理事 所以他們包括 我先進去 六處旗山拐老名 蘇神聰 又回來了 包括 勒文家 又回來了 整個都定位 現在就是聯合美國 占對 十中四季 最近五台點的發言 這個就已經定位了 所以派一個 座長去到哪 就是消失 不要再給外交 統這麼問 因為國務行 這麼尤其外交 管就對了 跟國民黨更好了 像普通統計時 馬總統派他去的時候 真補充就是這樣 是要去處理良好的關係 讓對方說 我跟他的公會可以 撤到馬英雄總統的真正意志 這不對 所以派他去也不對 你不用他自己 是我們要了解他的統計在後面做什麼 我如果沒有規定 不可以 我們可以說 自己領二十幾萬而已 這不是二十幾萬 這掛保險 掛保祖加加三十幾萬 掛穿那間家 我現在想要叫我美國的朋友 給我探聽一下 他到底那間家是幾屁 到底是 穿那間家是幾間房間 他跟我說 家具還不敢買了 這樣你就知道那間家具 那間家具不知道多大間 家具還不敢買了 是你們現在如果沒有討論 他就買了 來買了什麼的錢 買了是我們的錢 不是他拿他的薪水去買家具 買家具也是承認不住 家具是不是要 政府要把它處理 房租而已 家具 應該家具沒有 你以前小時候買家具 那不可以買 看他租什麼房子 他可以租這個帶家具的房子 當然這家具也就是政府在幫他付錢 付家具的房子的話 那就政府一起含在租金裡面 含在租金裡面 我們並沒有說你租的房子 一定要空房子 他現在還好沒有租附加具的 因為他用了充氣床 沒有 上面是另外買的 他現在可能是因為他剛到 他還沒找到房子 或是在通人 臨時租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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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臨時同事的房子借他住 這個我們外放的時候 都經歷過 組長的夫人也有 也有很大的責任在 他是整個組裡面 所有同仁的眷屬裡面 他是一個精神領袖 他在同仁 比如說同仁的眷屬有生孩子 或家人有生病 或家裡有親戚來的時候 這個組長的夫人 要去照顧這些他組裡面的眷屬同仁 現在把他這樣一講的話 原來第一次外放 這樣子的沒有經驗 這樣的心智這麼脆弱 他怎麼擔任一個組長夫人的 應有的角色 所以這種文章寫出來 真的是有傷自己的威風 將來他要 中華民國的外交官 我們淚都往肚裡吞 我們血都往自己 吞到喉嚨裡面去 也不會對外面講這種話 這個是實在有傷我們外交部 大家努力出來 打拚出來我們外交部 一個完美的形象 從來沒有一個組長 可以把這種事情對外講 而且對全世界講 以後這樣怎麼看 我們中華民國外交官 大師傅 我跟你講 我是覺得 我們台灣同胞也好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不用他掛責 因為他出門 他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他在那個地方是代表我們 我們應該掛責派遞的人 但派遞的人 他要在什麼目的 他不理就是一個紀律 讓人叫他接受消息 團桑消息 這樣理會 不理會他出門 就是代表我們 他在美國讓他流開 也是我們流開 說孩子帶回來 說好 我們不用這麼說 他現在去國外 你說到美國人 把我們照 流開也是我們台灣人 問題是今天這個角度起來 已經是拜明要對付國民黨 跟共產黨 是近平最近的公會 我們現在是在 農民 批民去賣農產品的時候 他現在說我們要出賣台灣 我告訴你過國民 你如果繼續出賣就對了 我是不會放在哪裡 不是 農介你也是選舉模式上升的嗎 不是 我人在外面 替農民 批民 打拼 你等這裡給我發新聞 說什麼 剛好實現兵 在發表這五大點 我人在台中 什麼說這樣去 我就是去那條拜 有的 無所不知 不要來這條 這邊比你更加 更加角的 所有人是 我們現在說 因為畢竟這是 踏到我們國家的觀念 他代表我們中華民國派 坦白說 也沒有外交官願意可責 不然就這樣打擊到 這些外交人員的順利 那麼外交人員的順利 打擊到之後 應該你們可以做得更衰退 但是已經出問題了 我認為我們不必要 再可責這個孩子 因為你給他掛責他就對了 定義我們台灣人民主陪 下不去 這件事冠軍都頂來落頂 我們來看後面 到底要翻什麼樣 那比較重要 龍介兄的分析非常的感慨 這個蔡總統執政兩年多的 對我們的外交的這些官員 這麼的不信任 其實是有所本的 因為調查局長 蔡總統上次講 用過兩任調查局長 他也不敢從調查局內深 他通通派檢察官去空降 因為他怕控制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口藝哥 可能是如此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口藝哥的攻略 因為我跟龍介兄 跟杜伯先生說 龍介兄叫我們不要譴責大家 但是我覺得他怪怪的 因為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謝寒斌的分析 很簡單 你上個禮拜五 已經有三個巨頭的記者會 然後今天是內閣的交接 你在這個捷骨園 你去喊冤幹嘛 你外交部長突然 我的辦公室主任如何如何 這個喊冤很奇怪 所以觀眾朋友 你可以從這個時間去看到說 外交部長亂的方寸 然後這個口藝哥 顯然是不及格 我還是要回到攻略的角度 他的攻略是什麼 我解釋給大家聽 你看一個劉英的碩士 跑去台北 Times當記者 台北 Times是 自由時報的姐妹報 台北 Times 我不是說他不好 我是說你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你選擇去台北 Times 當記者 然後到小英基金會 去做研究員 小英基金會是蔡英文 2012敗選之後 他成立了基金會 小英基金會好不好 我認為也不太好 我認為你有更好的選擇 可是你去那邊蹲點 然後觀眾朋友 你看後面又三級跳了 國安會秘書長辦公室 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 外交部長辦公室 其實這個部分 就已經三級跳了 我想接大使很清楚 你一個年輕人 你要到參戰機 要到這麼重要的位置 去當辦公室主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到駐美代表處 當政治組的主長 所以我說這是口藝哥的攻略 我們剛剛都被趙天玲委員 實在是厲害 辯論比賽 冠軍果然厲害 他完全轉移焦點 他在跟你法令上面 跟介大使一個辯論 我不知道你們誰累誰說 但是牛肉麵我一定要吃 你如果說我要吃 不是 一定有一碗 謝謝 但是我要告訴趙委員 跟他報告就說 社會觀感是什麼 九合一敗選 第一個下台的是誰 不是賴清德 也不是教育部長 也不是農委會主委 也不是交通部長 也不是環保守 第一個下台是吳宜寧 我的看法跟謝榮介相反 把他給我叫回來 你憑什麼 你今天王世堅沒來 我準備一個故事我講一下 王世堅去年 這是真的 他有罵口異歌 你要給他公道 我舉例給你聽 王世堅去年在台北 發了一個小車禍 小差狀 結果一聽到差狀 因為回報 我們處理的緣起 一定會回報到情務中心 分局長馬上跑去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一個小差狀 然後分局長跑去現場 為什麼 就是口異歌的公約一樣 主持人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國家長期來 我相信介大使 你在文官提議這麼久 很多人 口異歌不是第一個 軍幫也好 警戒也好 法界也好 很多人都是走這樣路線 我現在看這個賴教授 明日之星 玉樹林峰 趕快去抱大腿 教授 你這個查不好 誰不好 抱大腿人太多了 主持人 我今天我跟港口人出來 我不喜歡這樣的人 吳英明我也不喜歡 你抱大腿 你這不對 你不能這樣 我給他 口異歌去跟小英研究會研究人 吳英明是新境界基金會的董事 因為他爸爸是總統委之政 他去小經濟會 新境界基金會是林靖東的大智庫 創辦人叫做林義雄 小英基金會創辦人是小英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都去走這種中南途徑 這是不對的 我要譴責的是這個 以後大家都變 其實街大使很笨 你為什麼當初不學口異歌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一路從外交 那什麼三等 二等秘書一路爬 你比較傻 我們的社會整個價值就扭曲了 大家都想辦法 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跟觀眾朋友講 很悲哀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的國家社會 這種人都爬得很快 黃志芳 李政的部長 黃志芳是憑什麼當外交部部長 就是彈這名人比較扭 他就當外交部長 你看巴扭案哭哭啼啼 你一哭二鬧 能看嗎 可是他就當外交部長 介大使現在坐在這邊當來賓 你看 插話這 每個人都想當口異歌 每個都想當黃志芳 我們國家社會就完蛋了